我是法律人 我民國73年都當律師 那個時候我才25歲多26歲 所以我有律師的基礎 有律師的執照 所以我不怕沒工作 這第一點 所以我該辭職我辭職 緣起緣滅 緣滅我就走 所以我回來當律師很正常 那我為什麼說我也算是個媒體人 我那時候在綠色瓶廣播電台 在地下電台的時候 我在那邊講解法律 馬上電話來我就馬上接馬上回答 後來當然我選了議員 選了立委 那其中2008年到2016年 我是綠色瓶廣播電台的董事長 我當過自立晚報的董事 我在環球電視台也主持相關的節目 我在3D電視台也主持節目 現在在民視主持節目 所以不管是報紙、電台、電視 我都經歷過 那算半個媒體人好了 那我內政務長辭掉 我回來當主持人 我回來當律師 不是很正常嗎 他說我完全不必嫌直接跑去民視 請問我不去民視要去哪一次 所以館長你要把整個過程弄清楚 我了解你的想法 我回歸我的律師 回歸我媒體的專業 這個很正常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